北京时间5月30日凌晨,2018-19赛季欧联杯决赛,在巴库奥林匹克球场展开争夺,切尔西4比1大胜阿森纳,吉罗和佩德罗进球,阿扎尔没开二度。切尔西第二次夺得欧联杯,阿森纳无缘下赛季欧冠。 虽然埃美里的执教生涯中欧联杯成绩出色,不过这次萨里让埃美里见识了自己才是欧联小霸王,在本赛季的欧联杯比赛中,切尔西已不败成绩夺冠,总共15场比赛中,切尔西12胜3平。 此外,这座陈甸甸的冠军奖杯,还让另一个人加冕大满贯荣耀,它就是切尔西老将佩德罗,此一第59分钟,切尔西扩大比分,科瓦谢齐分边,阿扎尔左侧禁区横敲,佩德罗中路包抄推射破门,切尔西2比0领先,基本终结了夺冠悬念。 最终,切尔西碾压式登顶,佩德罗的生涯荣誉博里面,又多了一座欧联杯,自此,成为了第一位能够实现世界杯,欧洲杯,欧冠,欧联杯,欧超杯和世巨杯满贯的球员。 不仅如此,佩刀绝对算得上大场面先审,除了今晚的欧联杯决赛打进关键入球,在2009年欧超杯制胜球,2011年欧冠决赛首开记录,和2015年欧超杯制胜球,他也都收获了进球。 赴佩德罗聚的部国家队荣誉,世界杯,2010,欧洲杯,2012,欧冠,2009,2011,2015,欧联杯,2019,2011,2015,市巨杯,2010,2012,西甲,2009,2010,2011,2013,2015,英超,2017, 祖总杯,2018,国王杯,2009,2012,2015,西超杯,2009,2010,2011,2013